讀到观点掌握真相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新视野 我是张明竹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还有刚刚才结束一场肥皂剧 庭审的主角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这三个人是过去十年 在国际间被控告最多的中共官员 那么最近在薄熙来庭审之后 周永康他父亲的左右手 也开始相继的被调查 到底这个薄熙来庭审之后 所掀起的骨牌效应 以及中共权斗背后的真正真相是什么 今天的节目为您聚焦探讨 首先来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台湾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一中赖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 朱婉琪朱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在讨论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影片 71岁的周永康 曾经是中共政治局九常委之一 在中共政治圈打滚近30年 周永康出身石油探勘技术人员 一路笼络石油帮政治资源 成为首任中共国土资源部长 2002年接任公安部部长 2007年周永康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并接替退休罗干的政法委书记一职 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 在他任内维稳预算首次超出军事预算 投入大量经费配合江泽民 打压法轮功 访民与异议人士 曾被外界指控和薄熙来共谋政变 退休后的周永康仍面临多波政治危机 包括中共政法委系统被血权 薄熙来王立军等江派设立落马 以及这次习离整肃石油帮 都被认为剑指周永康 好 要先来请教董立文董老师 因为在这个薄熙来庭审之后 很多国际媒体都说 其实整个中南海权斗的这个巨马 第一季的主角是薄熙来 现在第二季可能就是周永康了 东老师你怎么看 我在想可能性会比较低 因为第一个 其实把薄熙来跟周永康 两个人挂钩在一起 等于说周永康的地位不稳 在去年2012年 就是薄熙来下台之后 六月份 那个时候海外的媒体 就不断地有这样的消息出来 结果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周永康他连续三次公开 出现在公开的场合 其中还有一次是 他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还下了很多工作讲话工作指示 他就向外界证明他没有事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都知道去年年底的 所谓的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他们要全力转移 谁在维护十八大顺利召开的这个工作是谁 就是周永康 因为他是政法委 所以保安的工作是由他负责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 所谓的石油邦的问题 中共过去的石油邦的问题 好像让外界有这样的猜测说 这个是针对周永康的 但是我反而有另外一种看法 他当然最后会指向周永康 就是说会影射周永康 但是按照中共过去的政治的惯例 就是说还没有说下台以后的 就是说那种高级的高层的领导人 被追究的 没有这个例子 他们有个他们的惯例 或者叫潜规则 就下台了就不追究 那石油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一想 这个事情本质上 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 它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也就是说应该是现在新的 这个领导阶层已经接班了 那么其实是希望周永康的这种 过去的这个旧有的这个系统 能够这个对庞大的石油利益 能够放手 后面新的政治家族要兴起了 他们要瓜分这个利益 他们要掌握这个利益 所以我觉得目的是经济 看起来不像政治 好 谢谢董老师 不过这个如果周永康 我们来看一下 他背后是属于 什么样的人马派系 有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周永康呢 他不再是属于 中共高层的这个原有的势力 他纯粹是当时江泽民 要迫害法轮功 所以就把他从四川 滴到了公安部 然后再提拔上 做这个政法委书记 所以他其实不属于 现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的 这一批人马 那现在呢 如果看这个情况下来 如果这石油邦办下去 怎么会到最后 不管这个火 会不会烧到周永康 应该是说请教赖宗老师 您觉得习近平会怎么对待 中共中央怎么处理周永康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他的那个发展过程 如果看周永康 他在权力的人脉网络里面 周永康他是2002年 他进入中央政治局 2007年他才变成常委 那如果说在这个常委 2007年入常的时候 周永康更是大家觉得 非常意外的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 他们在看的时候 怎么会从来没有上到周永康 但是既然周永康他入常 当然入常他的位阶比较低 可是后来发现 他反而他在这个入常里面 是最有实权的 同时在这个胡锦涛的那个时候 变成九大江山 九个人各有一片天 所以说周永康 即便在外面来讲排名是最后面 可是实际上他所拥有的这个权力 和他的势力 可能并不下于胡锦涛 他在当时这个常委里面的一个力量 那当然回过头来 这是在看着说 周永康他这个整个迅速爬升的过程 第一个和石油邦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和江泽民 第三个他是如何透过政法委 那实际上他变成这个 就是说公安部长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2002年以后 那么在之前的话 应该他是比较是跟石油这个地方的那个利益有点关系 所以关键是在于说 他在从石油邦 然后再过渡到政法委 过渡到这个公安部长的中间这个过程里面 到底是不是有跟这最上层之间 有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利益交换的关系 因为江泽民本身不像是 他这个有石油这方面过去的联系 那是有因为石油 然后换取和江泽民之间的忠诚 然后做江泽民要他做的事情等等 这些当然是我们可以要去追问的一些 一些的那个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说从法轮功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要问你一个问题 这江泽民他现在把周永康拔进来 那当然周永康做的可能不仅是法轮功 对法轮功破坏而已 他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江泽民可能是他在这个中常委里面 而且他也担心在2002年以后 2002年以后他下台之后 即便曾庆宏在那个地方 他还是觉得他对他的权力并不是很稳固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一个子弟兵 而且手握就公安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大权 在这个地方能够捍卫他的利益 周永康作为这样一个角色 是因为这个样子在进来的 那么在这里面跟法轮功的关系会是什么呢 就特别是跟活摘器官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因为外界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活摘器官 这是因为你特别讨论法轮功吗 为什么法轮功跟你有这样一个深仇大恨 再来你活摘器官他的这个 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在干什么 只是要来把法轮功的人要把他给这个吓到吗 其实好像不只是这样 因为活摘器官到后来变成一个生意 变成一个买卖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获利的一个事业 因为我记得是在90年代末期到2000年的时候 实际上当整个世界都发现 中国他的这个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似乎是具有这个高度的利益的一个市场 那周永康在这边角色会是什么 所以说从市场供需的这个部分来看 然后再看周永康他在石油邦 以及他在这个公安的系统中间过渡过程里面 做一个什么样的承诺 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要去追究的一个问题 好谢谢赖老师 马上就帮我们抓到 我要问朱律师了 薄熙来也好 周永康也好 其实是江泽民时期迫害法轮功的得益助手 也是被法轮功告上国际的主要元凶其二 所以您怎么看 像薄熙来的案子到最后中共 其实没有救人权法轮功问题处理他 那你觉得周永康呢 我觉得周永康也是 他当然就刚好赖老师所讲的 其实周永康一直都是 这个江泽民安排的一个棋子 他吉利的向江泽民靠拢 而且他被拔作为政法委书记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帮助江泽民去执行 灭绝法轮功的政策 所以你看到全球法轮功学员的 那个反破海运活动当中 会有一个永远不变的 到目前为止永远不变的 一个banner 一个横幅 就是法办江罗刘周 那罗呢跟周 其实就是这个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呢 在主导的这个610办公室 也就是像盖世太保 和中共文革小组的 专门用以迫害法轮功的 他们两个等于是大主角 那因此的话 如果真的要办周永康的话 你说光办石油帮的话 我会赞成就是说 像刚才董老师讲了 那时习近平从利益的观点 要接收整个江泽民的利益 包括孟建柱说 要废除劳教制度 包括石油帮的利益处理 那是完全不是从 司法正义的角度去思考 那是从利益方面 把法律当作一个 政争的工具来处理 那那个结果就很可能 就是博案的一个翻版 或更大和更小 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 那这是斗争的一个工具 可是如果从一个 人权迫害的角度来讲的话 周永康他从公安部长 然后到政法委书记 到这个李长春来揭露 他实际参与了刚才 这个赖老师所讲的 一个庞大的盗卖活摘器官的 这样子的利益的一个罪行 这个李长春亲口就讲 这个具体呢 是周永康在处理的 那这些证据的佐证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些迫害的本身 跟中共的权势跟利益 都是mingle在一起的 都是这个盘跟交错的 为什么今天中共不太敢去 他虽然不喜欢江泽民 也不喜欢江泽民的徒子徒孙 可是还不能够连根拔起 就是因为这些利益的 本身的交着 还有这些这个权力的斗争 这些东西都不是在一个正常的 社会体制当中的运行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寄望 中共会平心静气的去处理周永康 周永康呢 在这个2001年到2006年 他在欧美的四个国家 也被告了 我们告了他 跟这个薄熙来一样的三宗罪 酷刑罪 反人类罪 和群体灭绝罪 也提出了很多市政 到了2012年 追查国际 把这个李长春的 当时就直接 经由我们的一些调查人员 我们可能可以在网络上 都可以看到这个录音 来揭露 实际上是周永康具体办事 所以你想想看 他参与了那么严重的罪责 然后薄熙来也是 不管这个罪责 到底成不成立 可是你连去调查 你都不去调查 你就可以知道 他整个事情所牵扯的那个规模 是整个中共政权的 一个本身的问题 所以换句话讲 不管是博安 演得多么沸沸腾腾 或者是说 下一季男主角会是谁 我觉得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只要这个体制不解体的话 你要寄望他们把中共 整个脏水和整个市政 揭露出来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 还是要仰仗 这个中国的民众 这个button up 从这个up down 从上到下是很困难的 反而是靠着这个人民的力量 然后集结起来 将来会不会有更大的动作 然后来走向真正司法的那一步 我们也很期待 好 谢谢主理师 那么刚刚朱律师讲到说 这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取得了一个 关于李长春承认 做这个周永康有参与 活在器官的录音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独到观点掌握真相 欢迎您回到新闻新视野节目现场 延续上一段节目 朱律师提到的 其实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在几年前取得了一个录音 那么是关于中央这个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讲到了关于活摘的部分 我们请导播来给我们看一个 听一下这个录音 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 这个我们这个罗干同志 这个睡觉了 然后他有这个几句话 让我这什么 转告您一下 这个他们好像是说 我们得到消息说 想在您这个离开这个期间 还有这个咱们贾庆林 这个离开期间 这是想这个用这个摘取再压 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给薄熙来他们定罪 这当时 你问周永康 嗯 那个当时 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 他知道 好了你让我秘书在接着跟你说 好刚刚的录音提到了几个字 他说周永康是具体管这个事的 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 先请教朱律师 包括这个录音 还有其实之前也有 薄熙来庭审之后 有公布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录音 您怎么解读这些录音资料曝光 其实很有意思 你就说我们从律师的观点会想 说如果你真的是凶手的话 譬如说当时那个薄熙来的那个录音当中 就给他两个选择 是江泽民下令还是你下令 那当然他就会把自己往外推 都推到江泽民身上 然后李长春的话就说是 周永康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体系都参与了 那么一个很大的罪恶 甚至他们也不讳言的 就直接告诉你 他根本没有认为这个罪恶 有什么天大了不起的 所以他完全在他自己党内 他都可以大拉拉的讲 再加上次这个主持人 也给了我们一个微博 就是说博家的人说 其实这些人是开了头 那接下来的话 事实上是很多人的一个参与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整个中共中央体制 他不可能从上到下 就是那么两三个人的 一个所谓的下令 和一个具体做事 他事实上是把整个国家当中的 公检法司的系统 还有医生的这整个系统 都拉到了这样子一个 非常可怕的 反人类罪的这样子的环境 所以你从这些录音来讲 你先姑且不讲 就是说这些录音 你可以去验证 身文验证 你可以做怎么样 可是你光是听到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的口气和他们的感受 如果是真的话 你会毛骨悚然 因为他完全不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应该在第一时间否认的 我也不要去讲是谁干的 他们没有去做第一时间的否认 他们既然可以直接指称 是谁谁谁具体去做的 那个口气之舒缓 你就知道这个中共体制 已经丧心病狂盗 去胆敢灾人家的器官来盗卖 然后还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制度 一个体制的 一个运行的方式 再叙述 所以的话我们觉得 这些证据的话 真的值得这个国际法庭 做进一步的去做调查 我最后想要讲 就关于这个话题上面来讲 国际法庭 虽然今天的中国 它不是ICC的会员国 可是根据1998年的 这个罗马规约当中 事实上有四个途径 来针对这个非缔约国 但是它的人民 或者这个国家政府 犯了这个所谓的 罗马规约当中的那些罪责 包括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那我们知道这条路很难了 那第二的话就是ICC 国际刑事法院的 首级检察官应该调查 像这些录音 和目前这一两年的证据的话 我们觉得国际刑事法院 就应该要主动调查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今天呢 如果这个受害的原告的国籍呢 是这个ICC的缔约国的话 那这个缔约国政府愿意出头的话 也可以去向这个 这个ICC呢 去要求去做这样子的调查 然后我们觉得这些的动作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 在接下来听到这些录音 看到那么多证据 现在还在跟美国国务院 要王立军 透露了薄熙来 还有薄谷开来 他们所干的那些事的证据 到底在哪里 民主法制的政府 不能够隐藏证据 你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必须要跟国际社会交代清楚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说 在博案之后的话 我们会继续的 把这整个的罪恶呢 更大面积的 要求我们的国际司法机制呢 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调查 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乡民 和所有中国民众 一起来加入这个 给予更大的中共压力 和国际社会压力的一个行列 好 谢谢朱律师 那么再回过头来 要请教董老师了 朱律师刚刚讲的这些部分 当然包括法轮功的 国际之间的这个压力 那回到中共自己内部本身 像他现在处理的薄熙来 可能要处理周永康 但如果处理周永康 他可能还会把 更多的这个利益牵扯 包括江泽民 包括这些人都扯进来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最后他们会有一个 处理 就是说或许是权斗 或许是要掩盖国际间 对他们的一些质疑 我认为可能性还是很小 我想先举出一点 就是说我们再回来看 薄熙来的案件 薄熙来案件 为什么会后来会变成 是这个样子 其实中共中央 他们当初本身 他们原来的想法 就是因为中共党 他就是一个帮派 他一直用家法来处置的 他不会这样子 就是说大张旗鼓 可是为什么后来会搞成大张旗鼓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去年二月王立军叛逃的时候 带了一批资料 给报美国 然后美国的媒体 其实就慢慢的在放消息了 就说他干了什么 他干了什么事情 尤其他杀害了一个外国人 可是那个时候 对中共中央 对薄熙来还是不处置的 美国媒体报完了以后 英国的外交部 总共有三次 正式向中共中央 包括中央 还有他的外交部 总共三次 是正式的提 就是说你要查清楚 然后英国的媒体 又开始爆料 换英国媒体 就是说他这个国际压力太大 所以说呢 所以说他就必须去处理薄熙来 今天的周永康 第一个 我没看到有这样的国际压力存在 第二个 我们设想 如果薄熙来 他是一个地方诸侯 地方诸侯出事了 就搞得那么难看 如果再加上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样被拔下来 或一样去追究他过去的所谓 不管他贪污滥权或什么 那地方也出事 中央也出事 我认为中共这个政权 他承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恐怕薄熙来他跟那个 周永康跟薄熙来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这个周永康他的那个 他的根基是很深的 政法委书记到最后 或是说我们所谓的维稳系统 到最后已经变成中共的党中央 第二党中央 所以刚才赖老师讲那句话是对的 就是说那个某些时候周永康他的权力是大过胡锦涛的 我们外界都看到说 维稳的经费到最后是超过他的国防预算 更重要的是 维稳机制在他们党内已经变成一个怪兽 这个维稳机制是从中央一直到村一级 到街道一级 每一层级都要设立维稳办公室 维稳办公室主要管四件事情 就第一个是维稳办 第二个是综合治安办 第三个是信访办 第四个是610办公室 所以我刚才听那段录音 我觉得很有趣的 610办公室当然具体就是具体管法轮功 我听到的是有点跟朱律师 有点感受不一样 接电话的时候 那个李长春接电话 晚上睡觉了 他有点昏昏沉沉 懒懒散散的 结果当那个秘书 罗干的秘书一谈到 那个法轮功活摘器官的事 李长春好像被吓醒 这个周永康他具体管 你去问他 说了就话了 他马上吓醒了 我听到的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 就是说维稳机制 或者维稳办公室 具体管这四件事情 那我是觉得 为什么动不了那个周永康 里面有个信访办 信访办是干什么的 就是说全国各地 这个要告官 就是到他这个信访办去告 所以说其实周永康 他握有全国各地的黑材料 因为那个信访 上访的民众都到他那里去 材料都到他手上 所以我认为是动不了周永康 你觉得谁告他脏水就泼往那边 当然是 好 这是董老师的观察 那我要请教赖老师 可是今年好像北戴河会议 夏天的时候就已经有决定说 要对周永康做处理 有这样的一个风声出来 再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些观察 总是在这种全斗的戏码上演的时刻 很多的这个微博上面 就会解禁一些关键字 包括速化人体师体展 这活在器官又被解禁 那赖老师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背后到底会是怎么样 其实主要关键就是说 要斗周永康 你要的目的在哪边 现在他是一个离开中常委这边的一个人 然后你要把它逗下来 你要获得什么东西 是因为他还会有非常大的石油的利益吗 那这个是一个有可能的一个部分 还是说他在这个政法委 以及他在公安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的影响力还非常大 所以说想要用这边去拔除 这周永康的这个残余的势力 换上一批自己要的人 放到那里面去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说我是觉得因为中共现在 这基本上来讲 不会有什么法治的观念 所以说一定是权斗 那权斗的话一定是看说 权斗的目的是什么 它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它取代什么样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可能会比较能够观察 它后面一些发展 那也因此我是觉得 在这里面那个法轮功啊 不管是说是石油邦 还是说在维稳这部分 法轮功这边的议题 应该都不像是说 是为了要清 那个要去清算周永康 在过去对法轮功的做法 而比较像是说 这是作为要进行 对周永康进行人格谋杀 然后把他和薄熙来 薄熙已经倒掉了 把他联系在一起 所用的一个手段 那因为如果说要讲到 这个法轮功的问题的时候 刚才看到这个录音 可以看到这个是蛮恐怖的事情 就是说 李长春如果说刚才这个录音 真是李长春自己本人的话 因为中共他们一定会 有人会去质疑这个状况 就是李长春是两人本人的话 换句话说李长春知道的 他内部是有分管的 换句话说这整件事情 这不是说江泽民 周永康这样下来 当时从1997年的整个中常委 因为李长春有1997年的 那一届的常委 他们全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整个 从上面到下面 通通都有在这个合作的一个状况 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 你要去动到法轮功 这已经不是所谓素化人体 或是说少数几个人 这整个当时中央中常委的这个投票里面 或者说他内部讨论里面 可能这边都搞不好内部记录的啊 要去处理这个状况啊 那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现在感觉来讲 真的要平反的这个情形 感觉我是觉得比较悲观一点 权斗的这个部分的戏码的成分 可能比较多 当然如果说从这个以前到现在 拥有程度啦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到现在也没平反 1999年的法轮功 当然隔了十年之后 要平反还是有它的困难 当然更不要提2009年 这个乌鲁木齐 从那到现在的 对新疆的这边一系列的这个 我们讲维稳之后的一个屠杀的事件 到现在也没有处理 所以说十年一次的这个重大事件啊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可能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 这个人民的主动的揭露 而且特别是透过国外民主国家 对中共这边那个压力 这才比较可能奏效 好 谢谢赖老师 那么节目最后 一样我们请三位来宾为我们做一分钟总结 我们先请董立文董老师 好 谢谢 我关心的是中共政治体制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十八大以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个层级里面 已经没有所谓的政法委书记了 政法委书记被降在一起 但是在这个常委会这个层级里面 一定有人还是管的政法委 这个人当然就是习近平 我刚刚我套一句刚才李长春讲的话 在常委会这个层级里面 现在是习近平具体管这个事 那所以说现在就看他 其实我觉得责任就在他身上 谢谢董老师 叶老师 我是说还是一样 十年一次这个每次逢久必变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是觉得其实法轮功 在相当程度他也跟这个天安门 包括说2009年在乌鲁木齐这些事件 实际上他反映的就是一个 体制上本质的一个问题 政权本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边已经不仅是 法轮功他的这个活灾器官 这个人体这很严重的一个罪行而已 而是说他反映的这个政权本身 是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以及他用什么样 惨绝人寰的手段 来面对各种 这个对他可能形成挑战的声音 谢谢梁老师 朱医师 我的朋友从北京回来 他叫我猜一个事情 他说你听过 这黑衣白衣眼镜蛇 那我猜对了一半 他就告诉我是黑衣的话是公检法 然后白衣的话医生 眼镜蛇是指老师 就大家觉得这是三害 那我听到这个医生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很心痛 那因此的话 你想想看今天的周永康 还有今天的薄熙来 还有这些江派的势力 这些政法委书记还是存在 虽然他已经下台了 但他的罪恶并不代表 不需要被审判和神之以法 可是我也赞成两位老师来讲的 你要既望中共把这个事情处理起来的话 就等于把整个中共都给推翻掉 所以你要他自己推翻自己 不可能 然后从犯罪心理学上面来讲的话 你听到活灾器官的事情 你先说你不是先去否认 而是你说的谁在管 所以可见这个罪恶之大 你都不以为然了 否则一般人如果你是下行的话 应该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应该去做否认的 而他们已经到了 不会去否认的地步 而不否认的情况下又不去办 那意思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中共根本就不想处理 这一块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寄望说 中共在这个虽然放风 要去处理周永康 然后接下来他还会怎么样做 所以我还是呼应老师们 刚才所讲的 这么大的罪恶 中共所背负的这个血债 将来要走到所谓的 这个政治体制的转型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转型正义 所以的话我们势必要追索 这些元凶的责任到底 好 非常谢谢朱议师 也谢谢三位来宾 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读到观点 掌握真相 新闻新视野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